你出去一多半啊 这是闹什么啊 于副书记 我留在家里 我守家进行抗旱补重的工作 胡闹 我现在正在寻查各个县 抗旱补重的工作 我下午就去临线 让林姐等着我 是 我马上传达 忙着呢 是能出发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要是不能出发 你还好意思进我这个门啊 你这没小激烈馆 那我现在要正式通知你一下 当即 已经同意工作组出去找水了 你们工作组啊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太好了 你别傻悲着 你答应了 挺棒了 棒了 棒了 我跟你说 这是林书记 自己出钱 请咱们县委的汪工陈师傅 给你做的这个盒子 你那个二胡装在里面 就安全了 我知道 那个二胡啊 对你有不一般的意义 你一定要背上二胡 出去找水 我相信啊 那个 太行山 以为听你拉二胡 谢谢林书记 应该的 应该的 林明阳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吴念祖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征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于副书记下午就到 他来干什么 于副书记不同意 巡视队的安排 尤其是您和李县长都带队 他希望县委领导都坐在县里 抓紧抗旱不重的工作 这个事我知道 没问题 那个 明阳 赶紧地跟同管同志 快去安排安排 咱们准备下午迎接于副书记 好了 走了 我得走了 余副书记马上来啊 我知道 我得上上阁的村夺夺去 余副书记来干什么来 不过就是阻止巡水队出去巡水嘛 但是巡水队明天上午就出发了 咱们只能是先斩后奏了 我先走了 好 通知那个吴念祖上阁的村集合 行 放心吧 慢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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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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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瞎忙我 坐下 余副书记 你坐下 水晶鬼 你不喝一口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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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 余副书记 这不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落实 这个抗旱补重的事吗 我这个抓紧这个 你少跟我打哈哈 真的 咱们打哈哈那 您放心 这个地位的要求啊 我们一定会落实的 就两个是 林军 我问你什么你不清楚是不是 从你嘴里能掏出实话没有 好 好 回县委 我审查你这个县委书记 余 余副书记 我们去县委招待所找你 你们临县县委牛啊 组织激励性真强 林杰 我以地位抗旱领导小组的名义 命令你马上回县委 接受正式谈话 余副书记 余副书记 我去劝劝 没必要吧 余副书记 余副书记 你消消气消消气 慢点慢点 小心抬劲 开门开门 我也上车 我也上车 怎么谈哪 是不是他不让我们去找水啊 不是不让咱们去找水 他是不让咱们领导干部 去参加薪水队 要不我去找余副书记 去跟他做个检讨 要去我去 反正我无所谓 得把他追回来 要不然这事啊 咱干不成 余副书记 你消气 林书记 他就这样 挡着我的面都敢打哈哈的 他太不像话了 我这就给高书记打电话 林杰必须停职 必须做出深刻反省 快点开 追上去 老林 你可想好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啊 想好了 拦下来 我去把门打电话 你快点开 你快点开工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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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书记 你们这是要干吗 干什么 想把我扣到林县 林书记 我们不敢把您扣到林县 但是今天 您必须得跟着我们 去看看林县老百姓 生活的现状 什么现状 你就跟我去看看 林书记 林书记 你留下看看吗 于副书记 您消消消息 看看我们林县 缺水的现状吗 于副书记 您就留下看看吧 我去看看 有本事 没有扣除 有本事 有本事 我会ni可以 孟logo 哇 我报告 我 有本事 不 慢点 怎么会这样 全县十七个公社 有十五个都这样 那两个还不如这个呢 连苗楼都栽不进去 这旱情确实比别的地区要严重啊 您看看 这苗楼这样了 就是没黑天没白夜的 把这个地里边灌水 它也救不活了 再说我们临县也没这么多水啊 怎么没早点采取措施啊 从春天到夏天 从夏天到秋天三季 全是汗 真没水 您让我们现在 怎么执行地位的指示呢 就现在咱们站这个地方啊 原来啊是一条大河 就能灌溉附近十几个村子 可是这条河 已经断水一百多天了 林仙的汗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啊 于副书记 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大汗啊 这么大的汗情 说说你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我这么想呢 第一步呢 先组织寻水队 到远的地方呢 把水给背回来 因为没有水的话 说什么都没用啊 有没有跟气象局的统治联系 最近有没有可能降雨啊 气象局 我们几乎都是热线联系 我们最关心这个 来 你接着说 补重的事啊 我这么想 我想赶在天凉之前呢 补重一些粗粮 大豆啊 豌豆啊 高粮什么的 再有就是 咱们得修取引水啊 这样才能解决 林仙缺水的问题 于副书记 我怕这种汗情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啊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一点水都没有啊 嗯 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三年多了 乡亲们 下面欢迎我们地委的 于副书记 给大家伙儿讲话 乡亲们 经过我的实地考察 林仙的汗情 确实非常严重 作为地委副书记 我深感自责呀 那 于副书记 现在你理解俺们 找水的这心情了吧 大家都不容易 确实需要出去找水 以后啊 这个休旧的事 您可得多照顾俺们啊 我肯定是照顾支持你们的 但是林杰同志 有几个问题 你需要考虑一下 技术上是否可行 人力物力财力能否跟得上 水源地能不能找得到 找得到水源地 这水能不能引上来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么大一个工程 你一个林线能不能扛下来 都得需要你考虑 于副书记 这些事啊 我早就有考虑了 吴电总 快来 秘副书记好 我是吴念祖 我为了饮水修渠这个事 准备了三年 好 很年轻啊 我虽然年轻 但是我有信心 说得好 敬仁同志 有一个问题我得说一下 修渠找水我们是支持的 但是呢 你跟敏阳同志 一个是书记 一个是县长 都要坐镇县里 不能随便往处跑 你们县里的工作组 不宜太多 一个就够了 要把精力放在抗旱补重上 好 于副书记 一个恐怕不够吧 咱们毕竟是出去找水源 这要是只去一个地方的话 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啊 那就换个地方找 你们不要老想着一蹴而就 可是林仙的汉秦 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做工作要往细致里 往扎实里做 好了 我不多说了 您慢走啊 我送送您 都不用送了 送送送送 同志同志 你送我吧 好 小姐们 咱们欢送于福书记 小姐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不好好在家待着 你参考啥呀 两个恶受的话你都不听了 用不着你们管 这脾气 看着平时挺文静 这倔气来 不比咱俩差呀 大哥 这你歇 你这儿 底子都没纳上 车没人给你弄的 水莲 水莲 你干吗去啊 关不着 上哪儿啊 水莲 同亏 林仙这么严重的汉秦 你也没有跟我提起过呀 林仙 林仙 看看保粮的事 你得多操心了 好 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你及时跟我汇报 一定 这三个呀 现在变成一个了 那咱就按照这些 俞副书记说的 一个一个来 那俺村的运水队和县工作组 一块出发这事咋说呀 那肯定不行啊 如果一块出发 这明显地违背了 俞副书记的命令 大海 水莲 这你们两个都出去找过水 你们觉得工作组 去哪个方向找水合适 跟俺走啊 水莲 俺去的是卓张河 是有水 但水不够大 你觉得念头 我还是觉得 工作组的首选 是卓张河 使水声都说了 那边水不够大